来看一下M大师对战大表哥抢一局啊罚战赛规则胜着让位败着罚战 大表哥的阿珍今天晚上还是比较猛的 那现在接下来看一下M大师 M大师这个出招被他破坏掉了 持久得压制 表哥今天晚上这个状态非常棒 目前两人必须是一样的 是一样的 好 再次跳出成功大表哥防守住下来之物 那么这边的话这一套打完之后表哥不到一百血了 反边去上打中断 表哥没法抢确凡的 因为这里是没办法确凡的 无责任的 大表哥只剩最后一次血 他能赢吗 对面碰他一下他就没了 还敢发波 不要发波了 再发波就死了 表哥还有16秒的时间 M大师不着急 反正我许多 一个小跳重腿再次登到大表哥里面上 大表哥 还敢跳 表哥可以的 刚才是想套路对方升龙的 半级对战两气 都是普拉坐中间 假如相逢 勇者胜 这里大表哥战cd不行 那现在对面 战cd疯跳 那现在大表哥还是要被这一方偷偷下盘了 果然 M大师这个老油条 一半边大表哥就有点难受了 好 cd疯跳 继续建成功 打起自己的节奏来 刚才其实可以劝一眼测头回剑梯的 哇 圣龙的地方战塞下盘了 好 来了 一切取消顶点 大顶棍 来吧 大表哥没有浪费这个机 这个机会 对面可是五合器洛克呀 大表哥 武器洛克 下盘带他摸角 成功 对方要晕了 再打下去晕 再打一下就晕 有了 他要晕那么上次 或许不让你есте取消 会确保 看我不要晕了 来自然